录下来 好的 早上好 我们继续学习 跟我读 优秀 优秀 硕士 硕士 翻译 确实 兴奋 拉 拉 不看便宜在优秀 优秀 硕士 翻译 确实 兴奋 拉 拉 好 下面是 汪嘉丽 宝香 依诺 小丽 四个人 来读一下 优秀 优秀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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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三丽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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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下面是 初心 还有 顶金 姐姐 还有 郝忠 再来一位 云银 四位同学来读一下 谢谢 优秀 优秀 瘦 瘦 瘦 兰 兰 兰 瘦 瘦 瘦 兴奋 兴奋 拉 嗯 好的 刚刚没有 叫到名字的 对 三位同学来读一下 优秀 优秀 嗯好像只有呃 成玉花和 还有一位是美杜卡 来吧优秀 优秀 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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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翻译 串石 心 拉 拉 嗯对啊 先翻译 好的 呃对 这 呃分组分的不太好啊 真的家里去三组吧 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呃优秀是吧 那第一组上来吧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 而且还那么优秀 受试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只为叫好学生的教师 不是好教师 只为叫好学生的学校 也不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我有一个朋友 他比我优秀 远比我干 我应该成功 应该成功 嗯对啊 对优秀 呃 呃 这优秀都知道啊 比如说像缅甸缅文学校 类似于这缅文学校的话 好像是 呃 每一科都 超过八十分吧 是吧 我记得是八十分的话 算是优秀 是吗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啊 我们那会儿 我古中高中的时候 是的 八十分是吧 哦好的 对对 这个算是优秀 嗯是吧 得到了优秀 对这样的呃 中国那边的话一般是六十分是及格分 然后八十五分以上算是优秀 比如上比如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大学就是这样的八十五分的话算你优秀 对八十五下面 是凉对凉呃 呃 然后六十是及格 对六十一下是不及格 呃对这样啊 优秀 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优秀 论文呃是吧 优秀论文 优秀毕业生 呃对这样 呃比如我 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 情况哈 呃 如果对以前就跟我一起学的话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不是故事啊 真实的故事 我的故事 对我上本科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要申请奖学金 对我不是奖学金生 呃这不是说我没有得到奖学金 我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奖学金 对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呃这个那个广州的那个工商管理 然后错学错学就直接去了北域嘛 去北域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奖学金 呃然后所以自费生 是吧自费生的话 你们你们想一想北京的这个生活费是有那么贵 还好我拿到了那个北京市的奖学金 这个北京市的奖学金的话 只要你呃成绩上面还可以的话 他一般是给的 对所以我刚开始到北域的时候 呃有些我听有些人说 呃如果你能拿到优秀毕业生 优秀毕业生是呃整个年级给前十位 第一名到第十名这样的 如果你能拿到这个的话 你可以申请得到奖学金 CIS的奖学金 呃然后我的本科我的目标就是这个 对说实话啊 就是说我的本科我的目标就是这个 要要拿到奖学金呃要拿到优秀毕业生 然后我想拿到奖学金 然后最后也拿到了奖学金 也拿到了优秀毕业生 然后到了硕社阶段的时候 我又想哎 我还是想拿到这个优秀毕业生 然后呃也是这样的 这每一年都是十个给的是十个 最后最后这个优秀毕业生名单发布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在名单里面就十个人里面没有在我我没有在名单里面 呃 然后我发现在十个人里面有些人是呃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的 然后对那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我我当时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不如我说实话 对为什么凭什么他们就拿到优秀毕业生是他们的导师那么有名吗 啊对说那那个十个人里面确实他们的导师很有名 对真的很有名 所以我就不服 而我去问了那个呃教务处 我去办公室问了教务处为什么会这样子凭什么 然后他们说缅甸已经有一个了 他们的答案是他们答案竟然是缅甸学生已经有一个了 我就很生气你给我别的理由我能接受是吧 你可以说他们虽然成绩没有优秀 他们的影响力比你好影响力比你多 他们参加的课外的活动比你多这些我服呃这我能接受 但是他的答案是缅甸学生已经有一个了 所以不想给第二个缅甸学生 所以我就一下子我一下子非常生气 然后呃 我那个时候我都想我都算了 对算了哎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了嘛 要算了那那不要就不要没事 然后我的导师说呃你争取一下 对我的导师说你争取一下 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就算你非常优秀 但是你也不一定能拿到那种待遇 对现在你只是上大学 你以后工作的话 你肯定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对但是你还最后还是争取一下 这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如果你这样选择放弃选择呃不吭声是吧 什么都不做不反看 你就这样接受这个失败的话 你永远都会失败的 我的导师就这样说 然后我就我就开始 写写各种呢各种那种什么申请书 这类的写写写 然后最后呃我的导师也做了这个保证 呃最后真的得到了这个优秀毕业生 那一年是破例11个人 对那年是破例11个人 呃对所以这个说事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这个优秀毕业生称号是我拼命拿下来的 结果呢呃对我很开心 当时我很开心 然后呃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呃奖状是吧 他他们给我奖状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奖状 他更多的是怎么说他在提醒我 我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要尽量的去争取一下 而不是说放弃 而不是说选择沉默什么都不说 对所以通过那件事我就明白了啊 人生还是要争取一下自己的机会 对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机会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可能是他们是通过关系得到了这个面试的机会 这个时候你尽量的跟这个面试官沟通一下 能不能给你一个机会 我说的是可能的话啊 如果是可能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去这样去争取一下 是吧 所以呃那一次的经历 呃真实的经历是吧 真正的经历呃明明我已经放弃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但是我的导师鼓励我说应该要争取 对所以呃那个 如果你们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们可能会发现我的每每次我的 我背后的这个 书架上面有一块木板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争取下来 我就把它放在那里 每天都能看得见 然后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哦人生就要自己去争取 对很可能没有人会白白的来给你机会 对就算有时候有机会 但是你不一定能争取得到 对但是至少你要付出 你要去做对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永远都不会得到 是吧 你做了你有可能会得到 但是也不一定会成功是吧 对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故事啊 所以以后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当中 如果遇到什么呃有机会的话 尽量的去争取一下 但结果能不能成功 那就看天命吧 对吧 嗯啊 来呃这是一个优秀啊 当然第二个是只会教好学生的教师 不是好老师 只会教好学生的学校 也不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对啊这是真的啊 不一定是教好学生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教师是吧 他不仅要教好学生 而且他的本身的这个品德 也是去到了 品 对啊 品德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 呃 我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人品 我们可以说人品好 人品不好 假如说啊 一位老师呃 教好学生 那肯定的是吧 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知识比较扎实 语言知识好 呃教学技能好 他肯定会教好学生的 这个不用说 但是他做人都做不会 是吧 他假如说啊 他这个呃 你们如果看过Harry Potter的话 你们可能知道 哎是吧 呃有些老师很好 教的也很好 但人品也很好 哎 但是有些老师的话 教的虽然很好 很厉害 但是他们人品不好 最后变成了坏蛋 嗯 是吧 就就像啊 福地摩 佛特摩那样的大坏蛋 是吧 对 所以第二句 读到第二句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这个Harry Potter 里面的一些老师哈 嗯 这个意思 好 第三 我有个朋友 他比我优秀 远比我更应该成功 对 所以远比我更应该成功 那说明现在那个朋友 比他成功吗 不一定 对 不是 不一定 对 呃 我想说的第二个信息 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呃 大学里面 是吧 呃 优秀啊 是吧 不优秀啊 前几名啊 呃 不重要吗 重要是吧 对 这是你人生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收获 对 呃 但是这个收获并不能代表你未来会过得非常好 是吧 呃 你们可能会发现在上大学 在上上这个高中 是吧 高中同学 你的高中同学成绩很好 这说明你在这十年之内 你的一个成绩 你的一个结果 但是未来的这个三年五年十年 你不能用目前的这个成绩来去争取 是吧 你得有一个新的挑战了 同样的道理 大学 是吧 比如说我我们现在我们同一批大学毕业的时候 呃 我们算是优秀的 是吧 我们我我和马老师算是优秀的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当然比我优秀的人也也有是吧 也有 但是他们也不一定会比我们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呃 不是说成绩好 是吧 社会就能接受你 对 你们可能也会见过很多类似关于这方面的电影 是吧 电影电视剧里面 你们可能会发现 有一个人大学的时候 是吧 成绩很好 老师们很喜欢他 同学们非常的喜爱他 但是他去工作以后发现每个人都讨厌他 是吧 他的那些专业知识根本 用不上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想说的是 目前我们拿到的这些成绩 是你以前 努力以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至于你 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 甚至未来十年 能不能成功 要看你现在在干嘛 是吧 如果你现在是什么都不做 是吧 天天打游戏 天天看电视 那未来三年 五年 很危险 嗯 是吧 很危险 对 所以想跟你们说的也是这个 虽然你们现在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的人生 是吧 呃 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也不要担心 你现在什么都不会 说明这是你以前的 结果 是吧 不一定是你未来的结果 所以你通过现在的努力 很可能未来三年 五年 会改变的 嗯 好吗 好 OK 那就呃 先到这儿 那我们继续学 读第二 第二组来吧 有一个长连的女儿 而且还那么终于修 说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可是 可是 有了 大量 就是 说是 都是 都是 那 根本学科的主要 主要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 学科为人才 人才 集结 语情 集结 读上试 读上试的时候 我整天都会学习 乱舞 将后尾 但是我好好 我也当时没有好好 出去玩 嗯 对 但是没有好好出去玩 好 看一下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而且还那么优秀 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这里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女儿 一定要读 儿 对 这里不是尿 尿 是吧 不是 不要这么 女儿 这个儿是有意思的 对 之前我也说过 哎 老师 这个儿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儿 读出来 什么时候 不能把儿读出来 要看他这个儿 是不是有意思 真实的意思啊 比如说这里的女儿 说明她是一个你的孩子 对啊 这里去玩 这里不能把它读成晚儿 是吧 不能这样读 为什么呢 这里的儿是你的孩子吗 不是 对吧 根本没关系 是吧 她只是这个后缀而已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读晚儿 只能读玩 包括在哪儿 是吧 在这儿 对 等等等等 对 这个时候这个儿 并不是有真实的意思 没有孩子儿子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把它读儿 嗯 这个意思 好 第二句 科学院拥有大量的博士生 硕士生 是吧 科学院 这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很重要 是吧 一个国家 这个科学 如果好的话 你看中国 是吧 呃 不是说 你看啊 我们就 实事论 是吧 他们现在的这个科技 真的很好 是吧 真的真的很好 包括这个 呃 电动汽车 是吧 电动汽车 有些电动汽车品牌的 这个他们的科技啊 我说是科技 质量 我先不说 因为我也没有开过 我也不了解 我先不说 但我就说科技 是吧 科技这一块的话 他们那边呃 电动汽车的科技 哎 好像挺不错的 是吧 有些方面还要比这个西方的 像特斯拉那样的车 还要先进一些 对啊 这当然这是我读报纸 读新闻的时候看到的 是不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对汽车 也没有那么的了解 对 想说的是这个科学院 是吧 科学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很重要 对 可惜缅甸 那这个就不说了啊 好 科学院拥有很多博士生 硕士生 是吧 都是什么 而且这些博士生 硕士生都是什么 各个学科的主要研究人员 想说的是 每一个领域里面的 很优秀的人 是吧 比如说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第一名第二名 他他他把那些人 调到这个科学院 他在那个领域里面的第一名第二名 哎 科学院又把他们聘请过来 调到里面 所以这个科学院里面 人才积极积 想说的是 优秀的人特别多 都是优秀的人 是吧 没有一个是弱 弱小的 是吧 没有一个是弱的 都是强的 嗯 对啊 这叫人才积极 好了 赌硕士的时候 整天都在写论文 真后悔 当时没有好好出去玩 对 这是实话啊 这是我 我说我 给我自己的 呃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好像也不会有Facebook 对 因为我十几年嘛 然后根本没有Google呀 Facebook呀 YouTube呀 这样 呃 我我快要回来的时候 我才开了一个Facebook的账号 对 所以不怎么会用 然后我又后悔 哎 当时我没有 为什么没有想到我要 做一些那种Vlog呢 是吧 我如果我当时做Vlog的话 可能现在算是已经 很多粉丝了 哎 对 我说实话也有点后悔 但是想来想去 哎刚刚好 是吧 现在也是刚刚好 嗯啊 好 这是后悔 接下来有请第三组 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我才还那么优秀 是必免后就当你能力 要知道当你能力 我们知道 抗议 对 对 竞争 给当精力 很好 扎实 扎实 一本功 嗯对啊 这里这个有点难啊 我来读 要知道当翻译 需要知道常用的专门用语 要有耐心 要有好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三个能力是吧 第一你得知道这个专门的用语 对所以很多人都来问 哎老师想当好翻译的话 要学多长时间 对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这跟时间没关系 对我说这跟时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他有些人也问 哎老师想当翻译的话 应该要有HSK几集 对然后我也说 如果是生活类的 是吧 生活类的意思是生活上见到的那些东西 那些呃 词汇的话 你大概到了HSK四级五级的话 你慢慢慢慢的会翻译了 但是如果你有别的专业领域 比如说服装方面的 医学方面的 建筑方面的 是吧等等等等 你是想翻译那个领域的话 除了这个HSK四五级以外 还要加 那个领域的词汇量 是吧 那个领域的词汇量 所以看你自己是吧 你会不会有这个 常用的专门用语 是吧 这个就是常用的专门用语 比如说医学界的 如果你是想当医学界的翻译的话 你要知道医学界的翻译 是吧 你不能天天都在翻词典 是吧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专门的用语 那你就完蛋了 是吧 你翻译出来肯定不是很地道的那种 对 就是因为这样啊 现在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现在呃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大学 有新的专业啊 最近几年 就最近一两年 有一个新的专业 那是什么呢 中文加 呃 Chinese Plus 对 现在有新的一个项目 对 你们申请奖学金 明年申请奖学金的话 看看你们的学校 有没有这样的专业 对啊 这样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你先学习语言 是吧 前面的这个中文 Chinese 是语言 然后加后面是你的这个职业 对 后面是你的职业 你是想当医生吗 也就像刚刚我说的那样 是吧 你是想当呃 经济方面的吗 是是经理吗 还是建筑师吗 等等等等 首先 对不起 你先学语言 然后你再学 你想学的那个专业 对啊 这个就是中文加 对 新最近几年才有的一个新的领域 呃 所以看看啊 看看你们明年 2025年 嗯 要去出国留学的同学 看看 有没有这个方面的选择 如果有的话 那很好呀 是吧 如果有的话很好 哎 但是像那种 想 想学语言 是吧 想学语言的人就不用了 是吧 你们就不用那个后面的指言 你就学那个 呃文学 或者是像我这样 是吧 想当老师的话 汉语国际教育就可以了 对啊 但是咱们班也有一些同学是想 学那种别的语言 是吧 建筑师呀 医学呀 呃 经济呀 对 等等 哎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去你们大学那里看看 有没有这个选项 好吗 嗯 好 介绍给大家 对 这个是专门的用语 对 而且要有耐心 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因为翻译的话 你看 你很可能不知道 对方要说什么 是吧 你不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那所以有时候你得有个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的意思是 你遇到一个问题 对 你遇到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你之前没有准备好的 没有想好的 突然间发生的 对 哎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下来 是吧 你能不能继续做好你的工作 这个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 比如说当主持人 是吧 主持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和一个老师前辈吧 这个那个MC Sin Snow 做的那个 反弹 对 前一段时间在我在YouTube上面发了那个反弹的视频 然后他就是主持人 是吧 主持人这个专业 这个工作就是很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是吧 你在主持的时候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 那发生完以后你要怎么去解决 是吧 你要怎么去控场 对 这个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翻译的行业竞争竞争十分激烈 其实不一定是翻译行业啊 现在每个行业都很激烈 议员也是如此 议员就是翻译的人员 是吧 议员也是如此 好 当翻译很多人都问 老师当翻译需要什么呢 呃 我在很多地方都说我呃 当我就很佩服当翻译的人 对 我是真的真的把心眼里面是很佩服会当翻译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仅对母语特别了解 而且也对外语有特别了解 而且都有扎实的基本功 是吧 基本很好 对 所以呃 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说不要找我翻译 对 这是真的 因为你们也可能发现我的免内容也好像不太好 是吧 所以呃 不要找我当翻译 对 让我教汉语 可以 对 我会教 但是让我当翻译不行 对 你去找别的专业的人 对 我每次都是这样去觉得 嗯 对啊 所以以后不知道咱班有没有想当翻译的啊 所以你看 第一 你要有一个母语 对自己的母语要很好 而且你学的那个外语 是吧 英语吗 呃 韩语吗 日语吗 中文吗 哎 对 那个也要好 不仅如此 你要有常用的专业用语 对 第三 耐心 最后很重要的随机应变 嗯 好吗 嗯 好 那就来 下面第一 又回到第一组了 好 第一组的同学来读一下 一二三 我说的是真的 你确实是你确实是结婚的都要有原因 更严重的 更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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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挺其实不错 记得 记得 她刚才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 就兴奋的拿着我和她 拿着我和她帮你去 别提多美了 确实是吧 确实是真的 对 我们可以理解是真的啊 爱情确实是结婚的重要原因 爱情真的是结婚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只有爱情可以吗 不够 这个好像是第一课里面的内容啊 好 下面是你确实比以前更年轻更漂亮了 想说是真的是这样 是吧 她说的事情真的是如此 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来试试看,第一组 终于爬上来了,累死我了,自信太高了 确实走 很辛苦,但是 一诺再说吗 这里的风景 一诺可以再说一遍吗 不好意思 虽然爬山这年很累,但是这里的风景确实很美啊 可以,或者这个确实放在前面也可以 爬山确实很累,但是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 这个好啊 爬山确实很累,但是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 这个可以 好,那就来第二组 第二个 教室里太热了 把窗户打开吧 把窗户打开吧 嗯 确实很热 对确实很热,快点打开吧 没看是吧 简单一点,确实是要快点打开吧 对吧 那就这么简单啊 来,第三组 第三句,有点长啊 慢慢来,有一句歌词 有点长啊 最后 轻松 是 这样学的 我们 老人 老人 暗门 不识 我们 这 对我们 需要 力 提醒 那么大 是 那么大 就是 那么大 两个人 两个人 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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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容易发愕的。 包括身体和高潤性的生活。 是我们的第一次宣 Dalc Jo book, 你所欢迎现在的 minds, 你能提 define身体的人吗? 这个怎么回答 或者其他人有答案吗 那确实是浪漫的事 那确实是 浪漫的事 哦对可以 那确实是个很浪漫的事情 这样的生活确实很浪漫 对这样也可以啊 两个都可以 那确实是个很浪漫的事情 那确实是一个浪漫的生活 对啊 可以就这样啊 确实简单的说 就是真的是那样子 好 接下来有请 好像回到第二组了 第二组记得 记得女儿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室 就一个月的工资室 不是掌线 不是好 就 激烈的运动 激烈的运动 这样会更软 兴奋 睡不着 是的 记得女儿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 就兴奋的拉着我和他爸俩去商场 他抱着妈妈 为他买的大熊猫玩具 兴奋的手舞足蹈 你看这里是舞蹈 是吧 舞蹈本身是什么样的 舞蹈本身是要动的 是吧 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你看手是手 足是什么 你的 哪里 足 你看 足 对 手和脚都在怎么样 都在动的意思 对 所以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种小朋友 非常非常开心 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开心 然后就他在那里跳跳跳 而且他跳舞吗 也不是那种跳舞 是吧 他在那里手啊脚啊 你看 蹦蹦跳跳的那种 对啊 他想说的是这个 好 睡觉以前 不适合做激烈的运动 是吧 很刺激的运动 比如说 去跑步呀 去踢足球呀 是吧 打篮球啊 那种 很刺激的运动啊 这样会怎么样 让你的这个精神 神经 这个兴奋 导致什么呢 导致睡不着 对 所以大家都说 睡觉之前 做一些运动 可能会好一点 当然 当然所谓的这个运动 是不太激烈的 是吧 你散散步呀 做一点瑜伽 是吧 在家里面做一点 简单一点的这个运动 可能会刚刚好 对啊 好 下面是第三组 为了女儿拿到 第一个月的工资 就心患的 拉着女后 她爸女儿 去乡 店铺 门上 接着拉子 於是 去乡 嗯 托托拉拉 托托拉拉的 怪 对吗 并 的侄子 会让她吃骨头 嗯 但是要 讲究 研究的 效率 好第二个啊 店铺就是商店的意思啊 店铺门上贴着拉子 你为什么去推呢 是吧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 是吧 如果进去一个商店里 突然间你发现 这个到底是要拉的还是推的 是吧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拖拖拉拉的坏毛病 是吧 你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的 是吧 这样的毛病会怎么样 迟早 对 迟 就是时间晚的意思 早是早的意思 是吧 想说的是什么呢 想说的是 肯定会让他吃苦头 也就是说 他肯定会遇到麻烦 而且这个麻烦 是晚一点的 或者是早一点的 不知道 但是确定的是 肯定会遇到问题 哦对 他想说的是 不应该拖拖拉拉 是吧 第四 办事情要讲究效率 是吧 不能拖拖拉的效率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 同样的工作 你让他做 他一个月 一个星期就能 给你答复 同样的工作 你让他做的话 你让第二个人做的话 那个人一个月以后 才能给你一个答案 是吧 而且质量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 你会选择谁 肯定是选择第一个呀 是吧 如果你是老板 你肯定会选择第一个 对 这个就是效率 对 他工作的效率很高 他办事的效率很高 对 所以 我看过一个 Hack Hack Vlog 有些人可能知道 知道啊 Hack Vlog的一个 视频 他说 是吧 摄影师 现在有很多摄影师 然后 你让他去拍摄影 好 一个月以后 可以拿到15张照片 你让第二个人去拍摄影 一个星 两个星期之后 你能拿到15张照片 而且质量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顾客都会选择 那种很快的 是吧 效率更高一点的 这个字啊 效率更高一点的 更高一点的摄影师 嗯 对 这个就是效率 对啊 我们可以说工作的效率 办事的效率 对啊 嗯 好 来吧 那就没有了 看看7到12 还有问题吗 哎呀老师 没有了 好的 行 来吧 嗯 来 进来跟我读 你看人家王老师 刚来这工作三年 就当了教授 还有个好妻子 真让人羡慕 你看人家王老师 刚来这工作三年 就当了教授 还有个好事 真让人羡慕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 也是很幸福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 也是很幸福的 其实你自己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是吗 我哪能跟王老师比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还那么优秀 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我女儿确实不错 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 那时我和他爸心里别提都没了 我女儿确实说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正在羡慕你呢 所以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生活 他们可能也正在羡慕你 好我来读 大家听好不好 好我来羡慕 你看人家王老师 刚来这三年就当了教授 还有个好妻子 真让人羡慕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是吗 我哪能跟王老师比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还那么优秀 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我女儿确实不错 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 就兴奋的拉着我和她爸俩去商场 给我们买礼物 那时我和她爸心里别体都美了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正在羡慕你呢 好我再来一遍啊 你看人家王老师刚来这工作三年就当了教授 还有个好妻子 真让人羡慕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是吗 我哪能跟王老师比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还那么优秀 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我女儿确实不错 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 就兴奋的拉着我和她爸俩去商场 给我们买礼物 那时我和她爸心里别体都美了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正在羡慕你呢 好就请第三组下来吧 三一二 第三组 你看人家王老师 刚来这儿工作 今年就当了教授 还有个好妻子 当然很像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是吗 我哪能跟王老师比亚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还那么优秀 说是俗事业和毕业后做梦子的参与 所以我女儿确实不出 记得她能拿到第一个 第一个人的舌公 就是让她拉着我和她 她拉着我和她 把两句 给我们买领物 礼物 那时我和她爸 心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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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顺慕别人的本事后 你可能也在顺慕你了 好 第一 第一组 米凯瑞江湾老师 米凯瑞江湾老师 和三年 这儿不老就不得了 还有好气质 米凯瑞江湾老师 都让人顺慕 其实 米凯瑞江湾老师 米凯瑞江湾老师 你没有发现 是吗 我拿了 黄老师比 有一个老人 女儿 那么有一个 这个地图 我的老人 是不错 一个月 她 刚拿到 一个月 她 拿到 他们可能也站在项目里了呢 好的 来吧 第二组 你看任扎文老师 刚来的工作生年就当了金教授 还有一个精神气质 坚然人羡慕 其实你在别人研究严重 很幸福的 其实你最近没有发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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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听你别提多美了 所以说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时候 不用羡慕别人 别人的时候 所以你在羡慕你呢 你现在羡慕你呢 对啊 所以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是吧 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 别人正好也在羡慕你 对啊 所以这篇文章刚好也说到了这个 王老师为什么羡慕 高老师为什么羡慕王老师 嗯 嗯 对 我想说的是这个工作上也非常的成功 家庭上也非常的有收获是吧 好 三年就当了教授这个不容易啊 对因为在大学里面首先你一进大学的话你是讲师是吧 讲师然后你去写论文是吧 去发表论文 然后P 然后变成了副教授 是吧 副教授 然后就又开始写论文 发表论文 然后变成了教授 对就这样 对啊 为什么说高老师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有漂亮的女儿 因为他的女儿也很优秀 所以很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可能你们可能没有发现啊你们可能还小呃特别是妈妈是吧特别是作为母亲那你很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等你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你差不多二十岁小 都要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你的孩子上 所以久而久之你很可能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并没有那么的出色了感觉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出色了但是你的孩子会越来越好 对所以想说的是很多妈妈是吧很多妈妈对他们的最好的作品他们最好的成绩就是他们的孩子是吧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这样子了嗯啊好对是你觉得你幸福吗 嗯对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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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将来 发展 发展 行 困 好,我看平在里面 建议 职业 关键 将来 发展 发展 行 困 第二组先来吧 建议 建议 职业 关键 将来 发展 行 困 好,第三组 建议 职业 职业 关键 将来 发展 发展 困 困 好,呃,不是困 对啊,不是困 是困 好,第一组 建议 职业 万件 将来 将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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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 下去 发展 好,那来 又邀请第三组吧 来自三组下来 我还没想好呢 我还没想好呢 我还没想知了 正想 你的建议 你的建议 同学们 围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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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外 围绕的问题 发展 出了很多 有很多 正义 遇到难题 是 遇到难题 是 我们 我们 能 和别人的 正义 别人的 正义 从上而 从 很好 从上而 更好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同学们围绕着课外活动问题 提出了很多建议 是吧 围绕着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课外活动的问题 提出了很多建议 对啊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听听别人的建议 是吧 责善而同 责就是什么 什么责 你们写过的一个词叫什么责 哦 借责 选择 选择 对非常好 选择是吧 善就是好的 然后从跟从 就是跟着做 你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建议 然后你就去做那个建议 哦 这个叫责善而从 嗯对啊 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然后跟着 根据那个去做 这个叫责善而从 好 这个没问题 建议好 第一读 你觉得 你觉得 在上的 主要是 都要吗 世界上有一种 最幸福 又最快乐的 那就是老师 人世间有一种 最美好的 心意 那就是 那就是 身心情 嗯 他的主要 他的爱好 他的爱好 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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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的职业 同他爱好 完全一致 他具备从事 这项职业的 知识 对 来看一下啊 世界上有一种 两个啊 一个是辛苦 一个是快乐的职业 对 那时老师 嗯 好像 好像是这样啊 人世间有一种 美好的情意 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 第一课 还是第二课 我有一点忘了啊 我说了一个 三四种情 是吧 有情 情情 是吧 对 亲 有情 亲情 还有一个什么情 我也忘了 对 这个情 情意 有一种情是什么呢 师 对 师生 情 嗯 师生情 师生就是老师和 师生的 对 所以我们 我们是吧 咱们 咱们是什么关系 咱们是师生 很好啊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 好 他的职业 同他的爱好 同这里的意思 是跟的意思 跟他的爱好 完全一致 一致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 书面语啊 写得很书面语 他具备 也就是说 他有的意思 他有什么 他有知识 他有什么知识 他有做这个行业的知识 对 从事就是做的意思啊 从事行业 从事教育行业 职业 是吧 从事教育这个工作 对 这样啊 从事什么什么工作 所以 从事 职业 什么职业 从事这项职业 对 他有 他有什么 他有知识 他有什么样的知识 他有 从事这项职业的知识 对啊 这是语法啊 好 行 接下来是第二组 关键 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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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不是最重要的 其他才是关键 关键 成功的关键 在于我们对失败的反应 没有什么困难 是可以证实的 关键是你要永远 对他 关键 最重要的是吧 最 关键要的是什么 我们看啊 兴趣才是关键 想说的是 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对 赚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嗯 对 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啊 但是 事实上并非如此 是吧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因为 要养家糊口 是吧 养活自己 养活你身边的人 你不得不去做 你不喜欢的事情 甚至是 你讨厌的事情 嗯 是吧 这句话很深啊 大家去 捋捋捋 你不得不去做 你不喜欢的事情 甚至也要去做 你讨厌的事情 对啊 喜欢和讨厌 是一个 不太一样的 是吧 不喜欢 只是你不喜欢而已 可能没有到讨厌 是吧 讨厌就是 嘿 对 就是 已经到了那个 你不 超级超级不喜欢的 那种级别了 嗯 成功的关键 是什么呢 成功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 对失败的反应 我们对失败的反应 对 失败了 有些人是站起来 是吧 失败了 有些人就是继续躺着 对啊 所以没有什么困难 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想说的是 这个困难 不可以成功 不能成功 但是我们还要什么 还要看 关键是什么 主要看什么 你要勇敢的面对 面对他 如果是勇敢的 面对他的话 这个他 就是失败 是吧 困难 如果你勇敢的 面对失败困难 你会战胜一切 嗯 什么都会胜利的 好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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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没有错 是 使用自己 喜欢的事 才会决定 什么样 也有 旦遥的 但 有 旦遥的 旦遥的 发展 的 顺习 这个 正经过 再生 考虑 决定了 在这一年 师范大学 考试 先买 先买 一米造石 感谢 感谢 现在 现在啊 拼命的你 拼命的你 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 才会觉得幸福 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姐姐经过再三考虑 再三的意思是 一次又一次的意思 一次又一次考虑 一次又一次的考虑 最后决定报考 报考哪个大学 师范大学 注意啊 这个是我们要用师范大学 我们不说老师大学 对吧 不是老师大学 是师范大学 对呃 这个师范大学 在英语翻译里面 也很有意思 是吧 有人知道吗 师范大学英文 不叫 teacher 或者是 teaching university 是吧 他们说 normal 对 normal university 对啊 师范大学 好像是normal university 他们不说teacher university 对啊 这个英文好的同学 去看看啊 好 将来做什么呢 将来做一名教师 对 所以呃 师范大学 我们就算是 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知道师范大学 这四个字 我们可能猜得到 哦 这个这个大学 以后可以做什么 以后可以当教师 对啊 以后可以当教师 最后一句 送给你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你 哎呀 这 嗯 对啊 就这样现在拼命的你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你 啊 如果你们就像我今天刚开始说的那样 是吧 呃 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你之前积累下来的 呃 未来将来能不能成功就和你的现在了 嗯 对啊 所以大家就加油吧 接下来是第一 一组了吧 第一组 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觉得幸福 再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短短五年 短短五年 北面 那么快啊 那么快啊 都可以 就 一送 一送 汤了 发展 为了 人民 发展 依靠人民 发展 成果 有人民 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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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啊 短短五年 北京发展的那么快啊 是吧 就只有五年 比如说这句话是我说出来了 我离开北京五年了 是吧 今年刚好五年 然后发展的真的很快 都可以用无人机送餐 是吧 无人机是什么 没有人的飞机 没有人 嗯 对 所以英文叫什么 嗯 nobot drone 哦对 可以啊 中 中这里的 哎 对 所以 在北京可以用中送餐了 也是吧 这个很酷 我觉得很酷 呃 好像那个是 12月份 还是年年初的啊 年初的一个新闻 我看到清华大学已经支持无人机送餐啊 是吧 很厉害 好 下面是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是为了什么呢 人民 发展还要依靠什么 依靠人民 发展的成果谁可以享受呢 人民可以享受 而且是一起享受的 所以叫共享 所以呃 有一有一种车 这些是吧 这些自电自行车叫什么 你们见过这样的自行车吗 哦 你们不知道这个这样这样的自行车吗 哦 刚好啊 我来解释 对 共享单车 对 共享单车 呃 这个共享单车是呃 我在北京的时候 大概 我的 我刚到北京不久啊 北大的 这个共享单车很有意思啊 大家听一听 这个共享单车的 第一家公司叫物负 物负 对 他们的公司的名字叫物负 我们叫他物负 我们也叫他小黄 我们叫他小黄 就是这样的 这个这辆 小黄 这个小黄是这样的 各位 他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学生啊 学生创业的 你看看北京大学多厉害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创办了 创造了这个 这个 小黄自行车 他一开始的这个初衷是什么 初衷的意思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想法就是为了给北京大学学习的学生提供的 对 共享单车 相当于是 taxi 是吧 第一次 相当于是这样taxi 自行车啊 有点像那样的 因为北京大学很大 而且就很多地方 又要过马路呀 这对 比如说校区不同的 你要去过马路呀 反正就是北京大学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呃 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忘记了 比如说啊 我的书包忘记了 我会去哪 怎么拿 走路哪吗 走路哪太远了 怎么办 有这个共享单车 哎对 所以第一个创始的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 然后他们就开始办 办完以后 时间不久 他就对外开放 北京大学附近的呃 地区 你也可以出去骑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因为大学生嘛 是吧 没有钱 所以他们就往上招说啊 能不能赞助他们二手的自行车 然后如果你赞助二手的自行车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多少钱 呃 这个钱你可以用来骑他们的共享单车 对 这样的 对 我也去给他们赞助过一辆二手的自行车 哎对啊 我也给他们二手的自行车 然后他们翻我五十块钱 对 这个五十块钱 我可以骑很久很久很久 因为这个共享单车 你骑一次顶多就是几毛钱而已 一块钱都不到啊 一块钱都不到几毛钱而已 对 所以很方便 对 后来呃 他们可能拿到了这个赞助商 所以就他们的自行车变成了这样的 很漂亮的这种黄色的 呃 但是很可惜 呃 他们后来就倒闭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别的公司了 你看 是吧 有绿色呀 有青色呀 有橘黄色呀 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 出来了很多 所以他们大学生就已经不行了 对 所以他们就最后倒闭了 现在没有 听说啊 听说好像没有OF了 只有别的自行车的品牌 而且 现在不仅仅是在北京 呃 好像几乎那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这个共享单车 嗯 所以你们以后去中国旅行 是吧 路边有一个共享单车 你们可以去骑的啊 不要客气 你们可以自己打开自己去骑的 他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二维码QR Code 对呀 这里有个二维码QR Code 然后你扫一个二维码 然后呃 你有微信的话 呃 这个呃 他会把这个密码发到你的微信这里 如果你已经注册了的话 你都不用等 你一扫这个二维码QR Code啊 你一扫这个自行车的锁就马上就打开了 嗯 然后你自己骑骑骑骑骑骑到你不想骑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坐地铁了你要坐公交了你就把这个自行车放好然后把这个锁锁上就可以了你把这个自行车锁上的话你的微信里面也会自动退出了然后多少钱你就付一下就可以对一般非常的便宜啊不到一块钱 嗯 嗯对这个叫共享单车 所以你们以后去中国看看呗 嗯 好下一个第二组 我觉得 我觉得 工作资格回答后 一个热水水澡 然后弹在 床上看看书 听听音乐 困了 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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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 戏服 你知道 好了 你知道 成名 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 中庄什么都母做也会冷 都母做也会赢 赢 对啊 赢 嗯 躺赢啊 三声二声躺赢 我觉得工作结束回家后 洗个热水澡 然后躺在床上 看看书 听听音乐 困了 睡睡觉 就很幸福 你知道躺赢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就算什么都不做也会赢啊 很有意思 对 我在那边的话 我喜欢洗热水澡 对 特别是我很喜欢在这个晚上啊 睡觉之前我都会洗热水澡 呃 我觉得很舒服 呃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 我洗完澡以后 我什么都不想做 对 我不想出去 如果朋友叫我我也不会出去的 洗完澡以后我只想躺在床上 对 我有这样的一个喜欢 嗯 对啊 但是回来以后我发现我从来都没有用热水洗过澡了 哎呀 好 呃 躺 对 躺和卷怎么选 对啊 躺和卷怎么选 你们以前听说过这两个词吗 没有 对 躺和卷的意思 躺就是躺平 卷是内卷 简单的说躺平就你躺下来呗 是吧 比如说有一个人是吧 你就躺着不动 嗯 是吧 躺着很很轻松 很切走是吧 躺平 这个躺平一般说什么呢 说现在在工作当中是吧 你就每一天你基本上什么都不会特别积极的去做 你差不多就可以了 呃 老板让你看这个你就干完 你什么都不做 是吧 你就呃 什么都不去争取 不去学习 然后 老板说哎呀 谁要报名参加这个 你也不去报名 是吧 反正你就过着你舒服的那种情况 对 但是你的工资一样会有那么高 是吧 就是躺平 对 内卷的话一般是那种非常非常努力的 比如说老板说这个做一下 你做好了 不仅做好你还做了那个 老板说有这个参加吗 我参加我参加 是吧 非常非常拼命 你自己加班 你自己做 哎 是吧 对 这个叫内卷 所以你们是属于躺平的人还是内卷的人啊 躺 躺平 现在躺平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我发现我有时候也是躺平 对 我我算 我呃 我要看地方 对 有时候也是躺平 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卷 对 比如说像拍视频方面最近一两年 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卷 但是最近大家发现吗 我好久没有发新的视频了 哎 我也在躺着 我也在躺平 我在休息 嗯 对啊 好 这个躺平和内卷送给大家 来看一下第三组 我觉得工作 结束回家 我觉得工作 学回家 一个日 睡着 然后躺在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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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熬夜 不要 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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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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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声音太大了 我 困意 全无 是吧 困意就是想睡觉的那种感觉 全部都 无是 没有 不是 没有 想说的是 我现在还困吗 不困了 是吧 一点都 而且是一点都不困了 是吧 全无 一个都没有了 困意 全无 对啊 困了就睡觉吧 不要熬夜 对啊 很多人都说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 其实 呃 有些科学家研究表明说是 不是熬夜 不熬夜的问题 就是按时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 那你就一直 晚睡晚起 对吧 你是一个十二点睡觉 十点起床的人 那你就一直这样做 应该问题不大 对 你是一个八点睡觉 早上四点起床的人 你也一直这样做 问题不大 嗯 对 有些 研究啊 也有些研究是这么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 有困 就想睡觉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是他的一个语言点 来吧 第二组 嗯 在 在很多人看来 听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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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的爱好 其实现在不少 听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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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 看来 看来 比赛结果 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使自己化合提高 更重要 这个更重要 你觉得在 选 选 选 收入重要吗 在我 这场多少 不是最重要的 兴趣 才是关键 对啊 在谁是谁 看来 一般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说 是那个人的想法 意见 对啊 在很多人看来 听流行 音乐 仅仅是年轻人的爱好 其实 现在 不少中老年人 对流行歌曲 也很感兴趣 在我看来 比赛结果 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使自己获得提高 更重要 你觉得在选择职业时 收入重要吗 在我看来 赚钱多少 不是最重要的 兴趣才是关键 嗯 在谁是谁看来 在我看来 在他看来 在很多人看来 对 后面是 他们的看法 想法 来吧 我们试试看 直接来吧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组 第二组 有人说 时间就是金钱 有人说 时间就是金钱 在我看来 这句话是对的 哎 这就这么简单 在我看来 这句话是对的 嗯 考试的时候这样考好吗 简单一点 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在我看来 这句话是对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哎 对吧 等等 好 来 第三组 邓亚平 邓亚平 邓亚平是 邓亚平 是 中国的 他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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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一名五五 嗯 在我看来 他在我看来 嗯 嗯 对 景和 你的答案是 在我看来 他没有那么矮 哦 可以 在我看来 他没有那么矮 嗯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 在我看来 比重要的 呃 东东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身高是没重要的 哎 对 在我看来 身高没那么重要 这个啊 水平才更重要 啊 这可以 好 来 下面是 第几了 那对 下面最后一组啊 你觉得男人和女人的性格上有什么区别 第一组 在我看来 女人的性比男人的性负责 呃 什么 在我看来 对不起 在我看来 女人的性比男人的性负责 哦 女人的性比男人的性负责 哎 这个可以 对 可以 还有吗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在我看来 女儿的性格比较弱 啊 可以 女人的性格比较弱一些 对啊 可以 所以这个在我看来 还有问题吗 没有 嗯 行 看看 声词还有问题吗 没有 顺便 今天可能来不及 学这个了啊 我顺便留一下作业 对 在你看来 什么是幸福 呃 第二篇也是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 是吧 差不多 所以这是今天的作业哈 然后我们 呃 今天就到这里 也